嗨,我是熊仁謙 針對我們之前有一支影片叫做 面對無理的要求是你該怎麼辦 下面有一段留言我覺得很酷 所以針對這個留言呢我想要再 就這個主題再談多一點 這個留言是這樣的,他說 我認為這樣的做法不適用於上司或長輩 我試過,結果對方反而出現很情緒化的反應 比如責罵我能力差 直接對我講一些人身攻擊的話語 最後我只能先敷衍過去再說 那這個影片裡面其實提到的概念是 當我們面對到無理的要求,你要把成本外價 那具體的做法當然你要看那支影片 可是成本外價這個做法的本質是什麼呢? 就是把我們的內在矛盾交給對方,讓他去解決 內在矛盾是,如果我必須滿足你的A跟B兩個需求的話 我就會出現某種難題,請你幫我做決定 我應該做哪一個比較好 很顯然的,這個留言的人告訴我說 他覺得這個不適用於上司或長輩 因為這樣子對方會很情緒化 到最後他只能先敷衍過去 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適不適用,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有沒有效,對吧? 但是有沒有效就引致到下一個問題 對你來說,什麼樣才叫有效? 有效是一個非常主觀的事情 比如說,我說了一句話之後 我內心覺得平和了 這樣子叫有效呢? 還是說我說了一句話之後 對方完全沒有任何的反應 沒有任何負面的反應 還正面的嘉講我,這樣叫有效 還是對方雖然他沒辦法接受 可是他也努力的跟你達成共識 這樣子叫有效 什麼叫做有效? 從提問者 或者說留言者的這個角度來看 很明顯,他想像中的有效是 當我做了某件事情之後 對方馬上沒有情緒化的反應 然後很平靜的跟你說 你這樣,你這是事實 我接受你的選擇 我接受你的矛盾 對他來說,這樣才叫有效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真的在換事 因為我們能夠控制的只有我自己 我們沒有辦法控制 我說了某句話之後 對方要怎麼樣不情緒化的反應 或者是我說了某句話之後 對方馬上就能夠理解跟提諒我 這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有過度不切實際 不符合現實的期待之後 我們衍生的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會果足不前 為什麼會果足不前? 因為你就會覺得 如果我這樣做也沒有效 我那樣做也沒有效 那我就怎麼樣都不要做好了 但問題是 是你自己先認為 要這樣子才叫有效的 但是那樣子你所設定的效益 本來就不可能達成 你本來就不可能 說了某句話之後 然後某個人情緒就平息了 或者說你說了某句話之後 對方的認知就改變了 希望解決對方的認知跟情緒 你如果是以這樣的態度 來跟對方溝通 你從一開始就輸了 你在這個戰場上就已經輸了 所以所謂的效益在是什麼呢 在我上一支影片 也就是當我提到 有關於這個成本外加的時候 我想要傳達的 重要的這個效益的概念是什麼 是平和我們的內在矛盾 我們每個人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內在矛盾 但是我們可以嘗試 不受這個內在矛盾的壓制 不受這個內在矛盾的壓榨 無理的要求 也就是提出矛盾的要求 但是我們可以嘗試讓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已經釐清頭緒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滿足這個矛盾的要求 所以我說出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請你幫我做解決 對方有什麼樣的情緒 對方有什麼樣的反應 那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講難聽你就是擺爛嘛 我告訴你我的矛盾就在這裡 我的矛盾點無法解決的點就在這裡 要嘛你來幫我 你不幫我的話 你罵我再多 你再怎麼樣的生氣也沒有用 反之如果你因為對方的情緒而妥協 你就在告訴他 只要他情緒化就是有用的 因此情緒妥協 並不是我們的選項 我們的選項是分析現實 然後把解決方案交給對方 對待所謂的效益 你的看法如何 面對到不同的對象 當你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一般會怎麼解決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或者是說甚至於對於這個影片的主題 對於剛剛講到的這個留言者的看法 你有什麼樣的觀點 歡迎與我們分享 說不定就會像這支影片一樣 變成下一次我們值得討論的一個重點 喜歡這支影片嗎 那一定要聽我們快樂大學 FThis University 的YouTube 最重要的是要按下小鈴鐺 然後如果你想要對印度哲學 如何看待日常生活 面對各式各樣的問題 特別是印度哲學所重視的這種邏輯思辨 有更多認識的話 一定要訂閱我的IG 在那裡我們常常玩一些 用選擇題的方式 來跟你分享 如何更客觀的看待世界 至於Facebook 那裡呢 我們是更多的第一手的資訊 包括課程 包括可能出的書籍 以至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一些現場的 輕鬆討論哲學的活動的第一手訊息 都會在那邊曝光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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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